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今天要來講 台灣賽車手的養成過程 養成過程 讓各位知道一下就是 台灣賽車手他是 怎麼養成的 什麼階段進去會做什麼事情 我一步一步介紹 那第一個我就講 不好意思 因為有點年紀 我看一下小超 6到12歲 因為6歲以前開有點太誇張了 6歲大概小學一年級 像我有接觸到小學一年級 都在開車的 那因為運動是這樣 如果各位就是 已經當爸媽了 如果有小孩是國小的話 那如果有在學體育的話 你就會發現真的 要很小開始學會比較好 可能至少的話三四年級 或者是剛好在三四年級 其實就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到五六年級或國中 就是稍微慢了一點點 所以感覺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6到12歲的話 就是我覺得是最好的 你看現在F1賽車手 是不是也都是從小就開始了 他們大概可能七歲八歲 就開始開卡丁車 一定從卡丁車開始 我也是推薦從卡丁車開始 因為如果將來你想要上到F1的話 F1的所有賽車手都是卡丁車出來的 卡丁車可以訓練到你很多技術 並不是說我自己個人很偏心 就說卡丁車最棒 全世界最棒 最後一開車就卡丁車 不是 你來試試看就知道嘛 就知道我講的是什麼意思了嘛 你真的會學到東西啦 是這樣啦 所以是6到12歲開始 那如果是6到12歲 他可能就會先從小頭 Junior 然後再來不然就是Senior 這是年級的上升小頭嘛 就是國小學頭 我也不知道這樣翻對不對 然後Junior就是國中生 大概國中生 那Senior就大概是高中生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會進入到 就是房車 方程式 那如果今天是6到12歲開始進去 我覺得將來比較有機會 未來是在方程式 未來是在方程式 不然未來你可能只會在房車 因為 競爭的環境還有從小你培養的嘛 當然這跟很大部分跟這個 也是很有關係的啦 是吧 你很有這個 你已經也是可以開方程式 是吧 好來再來 如果是12到18歲 12到18歲就是 因為你沒有小童這個階段 你就只能是Junior Senior 如果是12到18歲的話 我看到後面好像大部分都是開房車 就沒辦法放程式了 因為他可能累積的時間不夠多 然後再來就是技術可能不夠好 然後可能沒辦法往那個層次方向發展 所以你看 大部分都是越晚發展 就是你的發展可能就會有點受局限 那越早發展當然是越好的 好 然後再來如果是18到30歲 如果是18到30歲 開始從事賽車 這個真的 就是真的有點太晚了 真的是有點太晚了 當然你還是可以從 Senior 開始 然後接下來就進入到 Master 對不對 然後房車 因為現在就有 Master 啦 因為如果你是6到12歲 你應該不會進入到 Master 這個範圍 因為 Master 是要30歲以上 對不對 那他到18歲 20歲 他就進方程式了 他怎麼會進去 Master 跟你玩 這樣了解意思嗎 12到18 也大概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都很早接觸了嘛 所以他基本上應該是 不太會到方程式去 他就是可能就往房車跑了 那如果今天是18到30 因為你練到成以後 然後再往上 那就是 Master 是吧 然後不然就是房車 不然就是房車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是30歲到40歲才接觸的話 像我知道我認識我一個朋友 是吧 他38歲才開始 超級萬 超級萬 我只能跟你講 超級萬 都不知道他在開什麼意思的 是吧 不知道開什麼 沒有意義嘛 是不是 也不會啦 就是人生嘛 因為沒辦法 到那個年紀才有辦法 完成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清單List 對不對 是吧 不過他開得也不錯啊 是不是 他單速也開得很好啊 對不對 他擋車也開得不錯啊 是不是 我看他成績也都是還蠻好 我看他是蠻認真的啦 是吧 而且學得都很好啊 聽說他還有經營頻道 知道嗎 然後還有在教人家賽車 他的學員 最近一直在上頒獎台 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也是不錯的啦 晚接觸也是有晚接觸的好處啦 只不過晚接觸 你可能一開始就只能是Master 你就直接就是Master 然後Master 完了以後可能就是房車 就之類的 但應該不太可能房車啦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我朋友後來也沒往房車走 對不對 但是如果有方程式的話 我朋友可能會願意去拍個照 之類的 是吧 可能坐在駕駛上稍微拍個照這樣子 OK 然後就收工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如果是30到40的話 那因為很多車友會問我說 那你到底是要從單速開始 還是從檔車開始 我朋友因為最近都在衝浪 所以他拿衝浪做個比喻 你要從長版開始或短版開始 都可以 重點是要辭職一行 單速比較容易上手 對吧 你會覺得比較容易學會 沒有錯 但是因為比較容易學會 大家的技術也會比較接近 那個差距不容易拉開來 所以你可能就是到一個地方 他會有瓶頸 然後那個瓶頸可能會卡很久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單速 那如果是檔車的話 他一開始不容易上手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學得起來的話 你會就是學蠻多東西的 但是他一開始他會比較挫折 因為檔車嘛 他除了就是 方向板煞車油門之外 他還有多什麼 他還有多打檔 那他的打檔 他這樣進退檔 他那個扭力那個距離就會 再更多一點 又再更大一點 所以就跟衝浪一樣 長板可能好上手對不對 然後短板可能不好上手 但是短板練起來 其實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總歸一句話 就是要練習 要持之以恆 你只要練習跟持之以恆 其實你往哪個方向走 其實是沒有差的 以前我也會覺得 就是你一定要往單速 然後再什麼練 那是因為以前我沒練過打檔 我也有看過人家直接練打檔 也練得很好的 懂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 持續的練習 你有沒有持續的 學習參加比賽 然後沒有間斷 你才會不斷累積你的技術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 你開什麼車子都是一樣的 好嗎 這是我的經驗啦 OK 然後跟各位分享一下 30幾歲到40歲 不是不能賽車 我就講 那個FIA 卡丁車世界錦標賽的 KZ2的冠軍 44歲 KZ2 6檔的檔車 KZ2是統規的 6檔統規的 冠軍 44歲 好嗎 所以請各位 不要氣餒 有機會 知道意思嗎 我朋友剛好也試試 我想鼓勵他一下 看一下不要去KZ 有沒有 是不是 對啊 好啦 今天跟各位就講到這裡啦 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 如果想練習要參加喔 有有有有 我朋友最近在賣一台車 再賣一台DD2 你也可以從那一台DD2 直接開始 而且 我朋友還會叫你開車 是吧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 有沒有 成功的捷徑 是吧 有沒有 不用我多說了吧 OK 還有什麼疑問 沒有 沒有 好啦 就這樣啦 下次影片見 拜拜